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7月19日,这是第二场多报点评节目,来看看人民日报,主要是中纪委的网站,今天披露的所谓反腐败的成绩报道。 这反映了中共上层的权力斗争,别看昨天是开所谓环境建设大会,见美丽中午,六个常委加了习近平都出席了,中共高层一起亮相,也就是17号到18号,七常委,但是内斗非常激烈。 那么习近平现在啊,给我感觉还是在清除这个李克强的势力,你看今天中纪委的网站发表了一条消息,就是呢,这个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秘书长,白敬明被抓,这可是大事啊,你想这是安徽人大常委会的一个大秘啊,你想,也就是李克强老曹,扫地出门啊,新华社今天也发表了, 但是新华社今天没发表后边几条,一条是江西省干州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被抓了,他为什么抓江西的,孟建柱的,曾建宏的地区,西平现在是分这么几个方向,辽宁,这个安徽,也就李克强的,还有胡春华旺阳的旧地,广东,西藏,内蒙,哈,等等, 然后就曾庆红这个孟建柱的,就这些地区的江西,江西干州,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潘一鸣被抓了,而且还把他个人简历放在网上,他为什么放简历,就是提示和他有过勾兑的人,投案自首,坚决解罚,就知道整个把这个他的势力全是扫地出门啊, 你看在这里讲到这个潘一鸣,是五四年出生,这个年龄可能比较大了,是吧,比我还大,我五五年出生,他五四年出生,是老的官员啊,九六到九七,师承县委书记,这可见还是讲以前的事,胡温时代他是提拔的, 2004年到05年,干州是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会昌县委书记,县人大常委主任,2005到06,干州是人大常委党组成员副主任,06到1,干州是人大常委党组成员副主任,总工会主席,你看,2015年退休了,退休了多少年了,哎呀,退休快十年了,抓了,那抓了他干什么呢, 深挖曾庆红和这个孟建柱的问题,这已经非常明显了,对不对,所以现在关于这个青岗的事啊,我看很多意义呢,有的时候背后的黑手是什么普京在搞,又是什么这个李小林在怎么样,要我看呢,还是这个曾庆红的发力,今天曾庆红想通过这个很搞臭戏,我估计还是那个时候, 我看好现在这些啊,也就傅小田就是一个,其实就是一个妻子,现在曾庆红抛出这个妻子,那就再牵涉出秦岗,那不就给西平搞臭,你看你们这些人,没个好东西是吧,就这样的人,刚上任这么几天,就搞出这么大的案子来,是吧, 这不就彰显他的用人不当吗,让他出丑,尤其是社业纵理关系啊,那先不去讲的,就是等会再说啊,就是今天还有南方医科大学当委书记陈民生被抓,那这谁呢,那肯定属于这个汪洋或者是胡春华的势力, 广东省的吧,对不对啊,叫南方医科大学当委书记陈民生,至于说这里的指控讲的什么,什么行徽受惠啊,无私,拔项规定,收受礼金,占用用房啊,瞒报个人事项,就瞒报个人事项,说明他太太的小儿子在美国,加拿大啊, 这些东西都是假的,都是这个表面文章,实际就是站出队啊,你看,这里也把他这个个人简历登在上面,就是震慑,就是胡春华的派系和汪洋的,这都是他纵容的啊,他是62年出生,广东普宁人,历任广州医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广州医学院党委书记,南方医科大学党委书记校长,权力很大啊,南方医科大学党委书记,广州医学院党委书记,广州医学院党委书记,南方医科大学党委书记,校长,权力很大啊,南方医科大学党 广州医学院党委书记,广州医学院党委书记,一般来讲,干到这个层次的啊,都和市委书记市长,省委书记省长有关系,有的都是都是代表,党代会代表,地方代表啊,所以他这个就是建制,所以就是两个人,有可能是汪洋与胡春华,我不是太了解啊,那么你再看后边更有趣,就他这个, 抓的反腐外分子 你发现没有 习近平抓的都是什么 这个对立派 但是这六个小矮人 内斗当中 他也开始抓 就是他提防的人 你就看 也可能真存在的 就是李强和陈敏尔的恶斗 因为习近平还是这么讲 还是看重李强 否则不会让李强当 这个 公园总理 对不对 陈敏尔边缘化了 但给他放到天津 他再边缘化 他不至于就是反叛自己 最多是争从不高兴 争从内斗 安排不好 是吧 所以他给他放到天津 天津是经济重低 守住天津 问题也不大 即使闹点事 刷点脾气 打滚红一红就完事了 但是呢 他却对贵州省 也就是陈敏尔的嫡系 扫地出门 这是一个看点 你看今天贵州省酒店集团原党委书记 祝圣修被抓了 这非常有意思 大家都知道一般搞酒店的老板 那都是 人脉关系非常广 他抓他的目的就是什么 就把他的派系权给斩掉 就是支支盖盖的小楼子 小马仔 就陈敏尔的小马仔 或者是栗战书的 反正就是他这条线 你在后边贵州省签西南走任大昌会当做副主任 点个看什么名字 他标题上给讲名字 也抓了 证明西语平布置得很绵密 他叫什么名字呢 张签涉嫌严重危机 就一句话就抓了 也就是贵州抓了好多 你要讲不太合情理 他的嫡系栗战书陈敏尔 他抓他这些人都是神吧 甚至有的有可能挖来挖去都牵扯到刘启帆 辽宁纪委书记刘启帆 他是同仁市委书记 他是这条线 也就他是陈敏尔和栗战书他们的秘书跑腿上来的 习近平不得安排到这里 就这条线抓 撑一旗这条线 那就证明时候 别看他们是一个派系 也窝里头 也一样 习近平觉得他不太可靠 觉得陈敏尔不太可靠 抓 或许以后还会抓李强的地区 这不好说了 还不到时候也可能 这是今天反腐败的新闻 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向 那就语用说李克强 当然主要方向是攻李克强 李克强不安全 那么今天没有关于李克强弟弟 李克明的消息 我估计他早晚搞不好在抓李克强的弟弟 通过他来制衡李克强 因为李克强现在还年轻啊精力充沛 你别看他不出来了 不出来 这个习近平能然是心痛之患的 因为他他是违背了党规 发动一场军事政变 把他们扭送出去 把护引号 这个派系给他灭了 但这个人还存在啊 一旦习近平倒台以后 这些人知道国家机密 他担心这个啊 我们来看今天更大的消息啊 也就是人们都津津乐道了 就是什么呢 其实我都不是太感兴趣啊 就是关于青岗的事儿 我看了好多文章 我们来看看介绍一篇 发广的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写的挺有特点 他说青岗的谜团呢 习政权的尴尬和黑暗 确实尴尬 因为这个人火箭现在提神明像 连跳三级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 在所有部委当中 最重要就是外交部 而现在他正需要他 利用他和美国角力 和俄罗斯这个 处理俄罗斯这个事儿 应该竟然出了大事儿了 所以现在任何的副部长啊 常务部长马朝旭他们 都着急想上 习近平还是不想用 习近平只有让什么 王仪代劳 王仪放心的 所以王仪金专会议他参加了 对吧 刚才讲到了啊 说青岗这样一位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提榜 青云直上的副国级外交部长 在中国终于放弃动态清零 这个外交事务十分繁忙之间 突然消失了 这里有张图 青岗就坐在习近平的后面 就习近平绝对是信任他 是吧 才把他提不上来 没想到现在这个人翻船了 而且翻这个船 特香艳的大瓜 是吧 其实都女人性和情 阴谋这些事儿出来了 特别的有看点 我看很多人都点击率特别高 这个是诸多观察人士看外交部的发言人 汪文斌毛宁在记者会提问时表现那个尴尬 尤其毛宁在金融时报记者三连问表现不知所措 答非所问 欲盖弥障 给人感觉发出这么一个多么阴暗和不祥的心号 而且确实是 你想想你先发现人谈你的部长的时候 都谈到这个城市什么国家 你这样就成笑话的这个 说汪文斌在7月11号曾解释 青钢不能出席东盟外长会议出席健康原因 那么从6月25号算起 青钢消失24天 健康原因似乎继续有效呢 如果青钢真的生病了 甚至大病 为什么不可告人 你看生病的消息 其实是通过讲网证小朋友这个视频 我认为这是青钢的这个势力 像青钢在回来这个势力推动的 故意给他一些疗 说他有病了 肝碎节在北京三菱医院 你可到高干子的有病肯定都在那儿 那也不是什么机密 不是什么猛疗 我认为这东西很可能是有些人故意给他的 通过他这个平台发销 是吧 你看他视频当中讲了 那来了很多朋友是吧 那些朋友都白来啊 我跟你讲吧 什么啊 包括以前的亲戚朋友 都有可能肩负着历史的使命 你共产党厉害 因为国家军部都知道谁出国 是吧 人很容易通过你的联系方式 你就找到什么人围绕着你 然后走的时候就交给他认 完全有可能 是吧 再给俩钱都有可能 咱们不太清楚 也就给我感觉 习政权这个手段变了 以前是找一些人给自媒体揍一顿 你看揍解决不了问题 对吧 闹出刑事案件 在澳大利亚会出事 干脆使用拉 拉的方式 放一些料 有没有可能 这是我猜测 我没有信息来源 咱们作为一个媒体下议论吧 我觉得有可能这个消息 也是一个假的消息 同时另一个 而且还有通过王军涛的 说青刚回到上班了 是吧 今天还有老灯 披了一个料 说是 这个 这个青刚是有个什么会议 马朝旭以青刚的名义 致这个 致贺信 一半真的假的 总之给我感觉 就外交部两条线 有一些人希望青刚出事 越大越好 像赵立坚他老妈妈出来 今天是个好日子 甚至有可能载歌载舞 就蹦跳起来 蹦高 希望他倒下来 一部分人还想保住他 这说明什么 说明习近平没最后定夺 就习近平难办 该怎么办 习近平正在权衡 是把他彻底的给灭了 这个青刚 逛到监狱去 还是不理 保他 就像徐立毅 徐立毅就习近平一直保 现在还在那保 一点没处理 就是撤职了 那么或者习近平下根痕的时候 就盖面党器就完了 一整死就完了 整死就可能对习近平更好一点 他自己 就习近平在权衡 怎么处理事 怎么对他个人有利 他别的不会想 什么你青刚这点命 你的小官僚 他不当回事 重新认命一个就完了 他现在想着 怎么能够 不影响他的所谓的 自以为当回事的威望 这最大的事 我认为 所以我们来看这篇文章 这个评论员怎么讲 这是发广的文章 他说 健康原因是否有效 你看这个健康原因 是特别可怕 他有可能已经逆定 是准备给他灭了 灭了将来再见 就是概念党旗吧 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无产级革命家 不能成为无产级革命家了 著名的外交家 床占的英雄 秦刚 同志 什么什么什么 在八宝山革命公布火花 这可能性也是有的 我跟你讲 所以这很可怕 因为他已经告诉外交部了 对外公布 统一口就是健康原因 健康原因就有可能死掉了 也可能回来 痊愈回来 就是进退逗留个路 就这个是很吓人的 这篇文章讲 他说 如果秦刚真的病了 生了大病 为什么不可告人呢 只需要说一句 正在继续治疗 和需要养病 不就完了吗 说就足以让舆论耐心 即使世界已经沸沸扬扬 到这种地步 秦刚的健康原因 也不能排除 但是中国外交部 留给国内外的感觉 秦刚已经是戴罪 我认为他肯定是出事的 出了相当大的事 就习近平只是举气不定 就在考虑研究 怎么能够就最后画个句号 或许他最好的句号 像他这种下手狠的人 无底线的 一般就是死掉了 死掉了 因为这不就不了了之了 对不对 你说不清楚了 然后给他太太一控制 不是太太了 就情妇和孩子 现在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什么呢 就是这个小孩 在哪里出生 哪里人 美国人 说为什么美国人提这个事 美国的布林肯 是吧 美国的这个有关方面 都会总共提这个秦刚的事 他主要是因为这个小孩 一小孩是美国籍 他跟着 你落实到 你落脚在美国 美国小孩 他这爸爸出了事 那肯定要问 问外交公司也告诉他了 是吧 是健康愿意 那就都证明 我刚讲的 就概念党其实可能性最大了 那这个都吓死了 我跟你讲 因为他整死的很容易 你治病治一治 挖了给你注射一支 不就拜拜了 徐哉后张扬 不都是这样吗 什么自杀 我不太相信 所以中共这个 这个是很黑暗的一个 真的是太吓死人了 我跟你讲 他什么都干 什么时候才能使出来 为什么他怕李克强 要扫地出门这些人 因为这些人是知情者 对不对 你胡存华都参加过政治局会议 内度的情况都知道 所以高干这些子弟 到了一定程度 高出不胜寒 我跟你讲 因为你知道事太多了 把孙孙兰 搞得要你分分秒秒 他就是黑帮组织的 那一规矩是这样 我们来看这篇文章 他怎么讲 他说美国的治愈健康原因 这是中国官方给出的一个理由 后来直字不提了 与中国近来 进来就什么意思 交道频频的美国 怎么看 却轻康出席 他说美国国务院发言人 马修米勒 7月17号的计划会上 回答是表示的 他们说他正在处理健康问题 原话而不是分寸 就马修为什么讲这个 我告诉你们 他因为他是小孩 是美国籍啊 你不管谁到这里生 你看很多中国老百 中国妇女到这里生 生完孩子是美国的 美国的公民 美国肯定要非常重视这个问题 不是开玩笑的 你不知道这一次上北 踏进北韩被抓的 美国还要交涉 要回来 他可不像中国 无私老百 草民的生命 所以他要问 有责任他 原话而不是分寸 典型的外交辞令 紧紧扣住 中方所说的健康问题 米勒还补充一句 布林肯国务卿 上周末和王一会 表达了希望 早日见到他的良好愿望 希望我们美国的爹 能够健康的活着 这个说真是有意思 他牵着到美国 问题是不知何时 才能见到他 现在给人的感觉是 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 到国际媒体 再到国内外的 海内外舆论场 全世界都可以 谈论青岗的问题 唯独中国政府保密 青岗在哪里 就在中国 但是中方不肯说明 这里有必要 重体金融时报记者 就青岗缺席 对外交部发言人 王宁 毛宁 发出的三连问 聚聚针对三周以来 舆论场上 宣效的传言而来 法国这边文章家说 一问 他分析几问 说一问 青岗何时重返岗位 毛宁说 这个问题 没有可提供的咨询 多丑陋 他是他的部的发言人 他不是别的部 他都不知道 该怎么回答 这是什么部外交 就习近平所谓外交 这个国家治理 一塌糊涂 我跟你讲 过去从未有过 毛宁时代有吗 江振民时代有吗 邓小平时代 胡锦涛时代 根本都难以想象 要什么 我说北戴河会议 只要开会聚集起来 风高浪急 肯定很多人 派桌了 让他下台 我跟你讲 不是干嘛 并不是你们想象的 他谁都不敢知声 没那个事 我跟你讲 他那个生活圈子 就是那些人 那些老家伙 他们都有这么大年龄 比他自己的资历大多少 你什么抓他们 对他们来讲 没无所谓的事的 而且他马上使党就崩盘了 引起上战争的 你搞不好 你就外交搞不好 不是战争吗 你想你小孩是处理不好 不是战争吗 所以元老师肯定都向他反弹 他为什么不敢去金钻 不敢暴露金钻 原因就在这里 我要告诉你们 这是很大的事 不是一个小事 那么这篇文章讲说 为什么几星期没有露面 毛宁所建议你查阅 中国外交部的网站 我也没有其他 更多的信息可以提供 毛宁的回答令人惊议 外交部发言人 没有外交部长的信息 中国问题专家 宋永宜对美国阵营说 发言人迟迟犹豫的表现 源自弥漫于 当今中国官场 无所不在的恐惧 这确实是吓人 对不对 你看见了 对不对 每个人高官都不知道 自己未来是怎么样 生和死就是一念之间 所以感到恐惧 说关于秦刚和电视台 女记者有染的传闻 传得最大 纽约时报周二 提到这个细节 海外中国评论人士 提出一些猜想 怀疑此时内幕 可能是 遇她一位 电视名人有染 这些猜测被台湾 当成大新闻 台湾媒体肯定要 这个事吵着我了 说看的人多呀 我昨天 今天早上 我看一个自媒体分析 就是那个 这个 傅小姐的日记 就是微博 已经找到准确的 她做哪一个班级 她做的是专辑 外交部的专辑 应该是这个 这个外交部专用的 她做过一次 这第二次 上一次是从中国来到洛杉矶 这会是从洛杉矶到北京 几点几分都有 她那时间点是对的 分析是对的 然后呢 她落到北京 她就失去了自由 那肯定你一降落以后 你准备好 把你一抓 往监狱一管 然后开始监讨 就是你跟青岗 是到底怎么回事 我估计青岗 已经失去自由了 我认为软件起来 就是审查这个事 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像台湾电视台讲的 是普京派专辑 送给西平的机密 还是这个曾庆红运作的一张牌 还是单纯的李小林 要通过缓缓相扣的办法 要在官场争取自己的稳固 家族的利益 说不清楚 反正非常复杂 我讲不太清楚 咱们也不能猜测 我是介绍给你们各个大咖的观点 这篇文章讲 他说 但有些了解中国内情的人 是认为 假如当局以桃色的丑闻来处理青岗 那只不过是一个幌子 中共高层干部以涉及寡连闲耻 大搞全色全钱交易的逼比解释 但最终以这些名义落马 而且治罪的 却是因为政治上的原因 而习近平最大的政治 就对他忠诚不忠诚 用中共的术语来讲 就是两个确理 两个维护 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习近平看了 对自己是不是忠诚 如果他真的是给在火箭军这个问题上 是吧 他有所隐瞒 我看有的自民媒体分析说是隐瞒了气球这个事 习近平不知道 另外隐瞒了火箭军这些事 就是习近平不知道 那到底是不是 那这事就麻烦了 这篇文章讲 青岗失踪 让中共政权陷入了传闻 这是一种很尴尬的事 堂堂外交部发言人不知所措 大非所问 这也是中共体制黑箱作业的必然结果 他说高官即使有病 本来也不能说 在大流行期间 全世界有多少国家的上纸总统 下纸总理 高级官员染病无数 唯独中国高官依然健康 与无孔不入的新冠病毒绝缘 现在到了青岗这里 算是开了个小口子 你想人家美国总统拜登 川普得了新冠 还有加拿大的总理的富人得了 等等 这不都是很透亮的吗 马上就讲清楚了 很简单 他就搞得特别的阴神恐怖 就证明这个政权基本上就完蛋了 我认为 就是走到了默契 这篇文章讲 他说 现在到了青岗这里 开了个口子了 或者考虑到侵蚀外长 外国记者嘴长少不了天天嘴饿 但是事到如今任何原因都不提了 有分析指出发言人在等待统一口径 就等待习近平这个人定夺 对不对 也就是等待来自中央的指令 中央指令我也告诉你们 表面是习近平下个口令 基于现在的形势 也就是元老们有一些 再加上军队当中不稳定 党内的非议太多 他可能要走程序 就是他把这个青岗的事 整个大材料 要经过中纪委 国家监察委 要开会要通过 通过还要办事通过 一定得走程序 他即使是他定得走程序 因为他现在很孤立 人都觉得他整天瞎整 胡整穷得子 再整个党就崩盘了 有一届 是不是 所以他自己在做样子 我认为也需要时间 所以你别看他着急 什么这些小爷爷 开会这些东西 他自己也挺着急 也不是说不着急 不是像有的人讲说 我不在乎你外界 怎么议论 就不理他不是 我相信他还是在 抓紧时间处理 看怎么办 他说呢 因为他处理完就不能改变了 他说有分析认为 发言人在等待 同一口径 就等待来自中央的指令 为什么不能同一口径 可能是最高领导人 细平举其不定 他说清刚短短数月 以驻美大使的 当选了二十大 二十大的中安委 不久升任外长 再从外长到国务委员 如果得不到西的信赏 西里几乎是不可能的 他问题就在这里 他权力在外交领域 他已经是集中了最高的权力了 成了政治新兴了 对吧 自然而然 这个傅小姐 为什么修这个事 也和这个有关系 还有他爹是这么大的官 那他就想这样名利算数 人就是这样 特别有一些女人 文化素质差的 人民不好 他更希望他的先生 是什么 是这个闪亮的 说既有名又有利 谁不想这样 背着挨入微包 每天花天酒 又是同时又是大官 对不对 人人都有敬仰 他都想这样 其实这种贪婪的本性 因为这种人非常危险 往往到最后 并没有他想象的样子 再大跟头望 不久升任外长 再从外长变成国务委员 他的意思是习近平说的话 问题就处在这里 假如上任才几个月 现在出了问题 向之领袖的英明与何处 就在自己 给自己太大回事了 就像新冠一样 不动摇不清零 刚讲完了 自己在一场抗议活动 白折人民当中 灰溜溜的改变政策了 然后又说是收放自如 丢尽了脸 这会又丢脸 所以这个有可能是 曾庆红玩一张牌 这些元老们背后搞的 我就叫你丢脸 然后给你干下去 是吧 这一招接了一招 说明党的权力 都能非常激烈 将至英明的领袖 何处呢 英明领袖最重要的品行 是知人善任 实际上根本不行 是吧 他就是一个重量度 下一个 二十大习近平开启第三任 攻城之日 官媒报道 新界中央委员诞生经过 成为了德 做到严格八官 临选对象 习近平多次听取 人事准备工作汇报 严把人选政治连结官 反对海选 可谓费尽习近 再费尽习近也出了 就纰漏了 是吧 这篇文章讲 秦刚的事最终 总是要有个交代 因为总有落幕的时候 包括你习近平 中央收场的时候 对不对 说应该是最好的结果 意味着养病结束 那就等于养到最后 是癌症 还是什么 是干帅节 干帅节 这个很可怕 透露信息 可能表现了 习近平的想法 就最后一张牌 我就说你帅节死了 完事了 那死就很容易了 玩它不玩是很简单 能帮你提升最高位 这么高的位 也能帮你贬成什么 贬成灰飞烟灭 完全都是 独裁统治者的一张牌 说无论如何 中共当局处理 这事件的整个过程 给外界留下 中国官场黑暗 笼罩 凶险四伏的深刻印象 这篇文章讲的时候 还是比较深刻的 被人认为 那么还有另一篇文章 刚刚讲了一半 就是关于万维网 讲到这个桃色新闻的 就讲到这次 李小林的一张牌的事 这更有意思 讲到说 离奇的是 李亮认识了 傅小姐以后 就在李公主的眼皮底下 又公开包养了傅小姐 尽想其人自负 而三人 居然其乐融融 因为到了一定程度 这种事在上层社里 上流社会 伪善的上流社会里 不少见 这种事 真的 傅小天在他最后的公开 社媒贴文当中讲 分享了三张照片 一架子豪华的客机 他与秦刚专访的截图 还有和自己儿子的自拍 据爆料 飞机是李亮的 其实这么豪华的生活 还不是李小林给他的 他说据资料报道 据资料李小林已经有家庭 丈夫叫刘志源是革命烈士刘伯坚的孙子 曾担任中国新华保险总经理助理 北华信电子集团董事长等职 两人育有一女 刘志源在北京生活 万维网奖 李小林和李亮 则在香港公开同局 海外 称文人报道 李小林与丈夫感情出问题 闹到离婚 但李鹏却偏向自己的爱女 李小鹏也越发肆无忌惮 同时还有另外几个男人也保持着关系 据说有一次李亮在香港醉酒和人打架 李小林很体贴地扶着他回家 两人关系朋友圈都知道 谁知道真的假的 这是海外媒体报道的 据报道 曾亮是谁承认中电新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第二大股东的和CEO 负责中电国际的新能源业务 其名字出现在香港的财经板上 香港媒体讲啊 李亮早在02年 已经在香港股票市场崭露头角 其当时连同宇润食品购入了东城控股 并且转售给内地的内地电王 就李小林旗下的中国电力国际 变身为中国能电力新能源 之后逐步的淡出了 就这个人挂上了李小林的意思 受到他的青睐啊 说到了07年 他涉足上市 皮草鼓励 盛控股 同时呢 也出任上城 上时城 开前身的新宗地产副主席 因为这些公司很多 他都简称了是吧 绕来绕去的 其实就是 就是这些什么 共产党 就是历届官员 这个搞的这个公司了 是吧 就这些公司很多 担任他的副主席 他现实还有持有股份是什么 历胜58.49%的股份 但是已经淡出了董事局 就讲黎亮 去年2月呢 黎亮已经超过5亿元的钱 入住了云习矿业 又购入了25.5%的新闻 这种人就是有钱有势的 肯定也就玩嗨的 是吧 据说黎亮通过三峡集团的招投标 暗向操作 持续了三峡集团数十亿 其实中纪委早已经有数 早在2009年 黎亮就被中纪委调查 一度还被抓了 被扣押了 是吧 但最终以李小林的介入而黯然度过 那李小林他把这李鹏 随着的给面 连习近平奈克不得 是吧 习近平也曾经据说得到过他家的帮助 据传说呢 当时是温家宝下令中纪委插 就温家宝说插 告胡锦涛说 胡锦涛说狠狠的整 还整不动 为什么 李鹏的后代 是吧 说是李小林听到调查黎亮的消息 立即让黎亮辞去了中国电力新能源的一些职务 是吧 估计批评这个黎亮 瞎左什么 穷得子什么 所以说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也不知道啊 说次年4月黎亮出国的时候在北京机场又被抓了 指控的涉嫌诈骗 说黎亮被关了两月后呢 在李鹏的亲自干涉下获释 他讲到上个 上一些政府的事 其实高干子弟啊 我没有什么身体解锁 偶尔碰到过有些人 那他什么都不在乎 后台硬啊 对不对 无什么是非 无什么法律 也无法律 就是拿钱说事 说他爸说事 说据爆料呢 胡锦涛是一个红三代 为人精明啊 深知权力才是富贵的资本 于是呢 他在和黎亮 黎晓琳 啪啪三人行的时候 又设法打上了 习近平的红人 秦刚 就整个越来越相艳 秦刚 并且想通过他托付众生 什么托付众生 他通过控制他的 通过他的信誉的满足 控制他的人 控制他的权力 对不对 他这些人都没有什么 我认为没有什么真的感情 秦刚21年出任美国驻美大使 傅晓天在22年3月 钻访了秦刚 就露出了断裂 所以就在那时候 他们之间就当了 这么一次炮友 就炮友接触了 丰硕的革命果实 这符合共产党的规计 说当年10月生下一死 今年3月当秦刚被任命 为国务委员以后 傅晓天据传在微信上 分享一张儿子的照片 并评论胜利的开端 革命又取得了胜利 然后又传到第四代 说共产党这个代代 都是传成这种传道 有意思 他说让许多人 在共和这个秦刚 说起来 未婚女子 如果有家世的男性 特别是有家世 有显赫的公众人物的老男人 但是生下四生子 一般都会藏着业着 万为网的这篇文章讲 生怕别人知道 而妇女是恰恰相反 确实生怕别人不知道 王永文分析 也许因为早有传闻 秦刚可能是习近平的接班人 也就是说 就傅晓天想当未来的彭丽媛 因为习近平 大都知道 也是这么画画 所以习近平喜欢的人 出现这种事 这一点不奇怪 这篇文章讲说 傅小姐如此张扬 向杰祖限定 早早上位 等着圆自己未来国母的中国梦 这习近平总让人做梦 这个梦是最大的梦 中国梦 好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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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